- 開場其實是最短的一場 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從我們測試應該用的公室實在沒有人 不知道在哪裡 我們接下來這對十分鐘裡面 就是歡迎大家送到口號 可以輸入smile.com 還是一個網站 或者在網站上面輸入1020 然後不用輸入 不管是在網站 或者是在客戶的部分 我們就會進入一個匿名的提問 這個匿名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是說 它可以為彼此的問問題按讚 按讚的數量比較高的 就會直接跑到上面 像這樣我們可以看到 已經有24位外型Fintech的朋友 第一個它是用來做智能續動 這是它的第二個特色 就是有人會說背景越好吵 然後馬上Ena的床就關掉了 你會覺得這聲音方面非常有利益 而且通常有人就會在這上面 可能是去聊天 都已經看到很多老婆相關的一些話題 那都是像聖像娘娘要釋放 那意外的地方 不然會不會去理他 對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說 如果大家就是沒有話捨自 在這邊突然想到什麼 想到追問等等的話 那就會即時的跑到這個最新問題這裡 那因為大概只有60分鐘時間 那上面已經有56個問題了 勢必不可能每一個都回答完 所以現在就是開始拉到了一個地方的時候 因為我只會回答到最重要的問題 那但是我每一個不會花太久 遠盡可能的就是讓大家問題都有機會的回答 好那就開始囉 那有一個程序問題問說 這個聲音會不會有小焦 不會 沒有聲音會不會有小焦 二十七位朋友問說 Fintech是否改革你為的生活 台灣的發展卡 關了開物的介紹 目前就是在我們Fintech的圈子裡 像大家都知道 有所謂的Fintech的沙漏 就是所謂的Sandbox 但是呢很多人認為Sandbox 它不是一個完全Roundpack 在這邊能夠主導Fintech 因為我們的沙漏的設計 是希望Pech這邊要找Fintech這邊 就是像沙漏的第一個案子 就是應該是開心啊 跟中和聯繫 那中和聯繫起來要透過就是 虛擬的方式 不需要連位就可以開庫 因為你在辦你的Sandbox的時候 就已經驗過雙戰線了 那而且中和聯繫有主張說 你每個月交帳單的這個紀錄 就已經可以當作信用紀錄來使用 也不需要有很豪華的紀錄 就應該可以計算處理的行為 那這件事情當然在 就是今晚會看起來是 沒有任何特別的反對或不反對 但是它實際上是 沒有既有的規則來去約束的 那在以前這種處理 威瑟平坦就是無法沒有限制 但是也沒有保存 而這個東西就會讓很多的新創業者 付出非常高的成本去試探 什麼發生的界線 但是後來當年就有找到 應該是凱基嘛 然後就說讓我們去找一些人友們 那等於就是在一個殺分裡面 大家知道說 這邊是可能就是試用之後 如果不管你弄起來覺得好或是不好 那都可以直接跟電網跟講 那如果到最後整個社會會覺得不好的話 那我們就感謝多資人幫忙 或者學費 所有人都很了解 那但是呢 如果這個東西大家覺得它好的話 那我們就把它合法化 那目前現在這個做法也已經合法化了 是設計殺個算是很成功的案例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新創的Fintech公司 存在這邊進來的話 確實會覺得說 台灣目前的Fintech 好像你非找到一家銀行去合作 或至少 就是當你在沙盒裡面去試了一陣子之後 準備要畢業的時候 還是會需要跟一家銀行合作 那傳統成為這些的批評 就是說 不了解群術啊等等 但是當然現在我們也已經有存網民了 所以也很難再用這個阿庫名 那最新的答案就是說 那但是銀行就是 我不知道要怎樣才能不能去談 那這件事情也是 就今晚會透過intechlab的那種方式 像我每個禮拜大家可能知道 每個單三在 年二次分別的九方 設置什麼的時間中線 任何對這些 sandbox 不管是在今晚的 離去的自家時代 這邊從有興趣來找我聊天的人 不盡可能幫你解決 這個問題 那所以在這裡面 我們就有一個所謂的 general hub sandbox 就是說當你還不是很確定 你要挑戰哪一個 具體的法規 或者是法律的時候 你可以先到general hub sandbox 就是sandbox.org.pw 來試試看 那在裡面如果就是 你對於 所謂的作用法的部分 其實就是你要挑戰 一些額色法的部分 是你要挑戰的 具體來講 我們像說最近 有一個想要用護照 來當作身份識別的一家 現場公司 那因為我們在外交部 就是護照是出入境的時候 想應用的 他並不知道說 他還可以用來做 國內的成分面試使用 但是也沒有不準 所以上次那種東西 就很難說是金融 雖然他的用途 當然也有些是金融的 但這部分就是 由辦公室幫忙去寫 幫忙去寫 幫忙像自然出門 或外交部等等的 所以在這部分的話 也可以考慮到sandbox.org.dw 或者直接就是在 來收集女生 就能找我 或者直接寫個影片給我 大概是這樣子的回答 有各十八位朋友們 問說 情況是平常 心思的天賦 跟擅長的領域 很簡單就是 大家要問我問題 大家要問我問題 我給大家出來 我就知道我對這方面很擅長 大家問我問題 我就給大家不出來 我就覺得說 這個不是我擅長的領域 過去趕快問一下 新政院相關的朋友們 然後我就又有 可以學習的地方 簡單來講 就是 每次我在問導的時候 我就可以多練習一個 還有像說我記得 兩年多前 就是我去美國演講的時候 有一些在西部的台灣人 問我說 有台灣的AI 有沒有什麼發展的計畫 有沒有什麼 國家級的這種戰略 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 我就當場在這邊 Google 就是AI台灣 然後 Enterra 那在當時呢 是 前幾個都沒有的 然後 只有一個學會 Public Group Enchant的新聞稿 什麼之類之類 就從外面 看起來完全不知道 說台灣的AI 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覺得說 應該被問到 那所以我就馬上回去 就是跟這個 相關的朋友們 進行討論之後 那 接下來 我就沒有被問到 所以就變成 網絡線上回答了 然後我們就 就賣一個新的網站 就是AI.taiwan.gov.tw 那這個網站 在剛架設的第二天 就在 美國搜尋 AI台灣 就會排名到第一名 因為 SCO就是 搜尋幾個地方 對這個網域 這個網域就是AI.taiwan 那所以 就是 進去這個網頁之後 我們就會 去綜合各個不同 跨部會 跟跨地方政府的 vision啊 plan啊等等 就有一個戰事的方法 讓大家一目瞭瞭 就可以了解說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去發展AI 所以我就 多了一個擅長的領域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我想我並不是特別 就是對任何一個領域 好像是非要 專業到這個程度不可 而是 看現在這個社會上面 對這個領域 所需要的 詢問是什麼 然後 如果我能夠回答的話 我就回答 如果不能夠回答的話 我可以至少 就是回到新疆裡面 找到 懂這個的朋友 然後跟他 討論一下說明怎麼樣 然後 然後一說 這個東西 讓大家 就是聽完看得懂 或者甚至覺得好玩的 這個做法 然後分享出來之後 然後我就又 可以多分享一件事情 所以這個大概也不是 什麼天賦了 這個就是一種溝通的習慣 就是一個 就是以知識來講 輸到任務 實施變成 一個習慣 然後跟這個在 往內部溝通的時候 就是一個 就是我不行 那就問到底誰行嗎 你行嗎 這樣子的一種習慣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 我擅長的領域 但是並不是特別的領域 就是一種跨領域 溝通的一種能力 有個社會朋友們 想要問說 行政院地區化的 社會國家發展 就是我認為在發展 服務行社會政府的 中間出來 HR 之外 那哪些創新案例 都在台灣公司發展 另外台灣是不是有機會 通過密集團體 經驗過科技籠合的 特技優勢技巧來發展 全球標端的社會政府 確實是可以的 我們在國際上面 今年我們主要提前 兩個創新案例 就是我們所謂的 就是 就是 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生命的疫情 控制住 但是不需要封鎖 不需要封城 那我們又可以把 這個新案例的疫情 就是所謂的 假訊息的危害 這個東西把它控制住 但是 卻也不需要 用行政的力量去 讓人的東西卡下 不至於去侵害到 新聞的自由 人員的自由 那所以 這個是我覺得 我們在 就是我們叫 發展的 政府 治理的社會領域上面 這兩個現在可以 是叫做 那這兩個 共同一個特點 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用 挑戰的方式 去學網絲 對中間什麼都懂 或者是 防控什麼都懂 我覺得可能 我上一題再講 我大概想做不到 所以我去問 大家會用溝通的方法 想讓大家搞懂 那但是呢 快速的 這個 就是別拜 就是這樣的狀況 那像 在比較嚴峻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說 只要打電影 就二人 那就是問到寶 就是認為 對於防疫的措施 有什麼想法 是我一個二人 都會 別其他來告訴你 但是如果一個 他問好 好比像說 這個 我這邊只有 這個配送的 然後照我不想再去 上去怎麼辦 那九二人就不要不出來 如果他不出來之後 就會一路上升到 成為中心 所以隔天 所有人都會來這個 風光口罩開啟的會 就沒有什麼事 但問題 把他們做結成 最炫的一種空調原則 那所以像這樣子 的一種做法 就是靠社會上面 大家關心這個 共同話題的人 自己來想辦法解決 但是 只要想出一個 好的解決方案 不管是核心地圖 或者是說 有一些人沒有 自己在 就是我們的風光開啟前 去發起了 就是把總統候選人 所講的 每句話 在 電動費上的 句話 都去做事實的查核 等等的做法 那我們 是絕對不會去干擾 或者是 不會去 就是把他社會國有 但是我們會去 做什麼去 就是去 去 去確保說 可以這些觀眾 視察的朋友們 或者是自己想到 新的idea的朋友們 一下子就可以取得 不管是我們 社會中心 直接幫他們開 一代當節目的 這樣子的能力 那或者是說 我們請 就是我們的各部會 的平衡政府 聯絡人 都要第一時間去分析 視察的中心 或者是 Mine Open 或者是 趨勢科技的 方丈達人 或者是 GME的 等等的 這些社群的朋友 可以做 確保說 我們在兩個小時之間 就可以取得 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就可以很快的 去擁有 的方式 去做一個 那所以 不管吃 就是透過很好玩的 名音 然後大家看過之後 就覺得 就是很好玩 那所以 然後我們就不會再受 那些 訊息的危害所影響 就是 以教醒來 記得 大概就是可愛的總長 大概就是那些謠言 那又或者是說 就是透過我們的 就是 疫情智慧相信 持續讓大家 慢慢看 每個人都 變成劣余的傳染病學家 大家都知道 RG是什麼意思 那就是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就是所謂的 co-governance 就是跨路 的結構治理 那這個部分 確實在它會復發展 現在也有非常多的 國際政治的表現 早上這個 7點鐘醒來 都是跟北美的妹妹 在分享這個經驗 那睡前 就是 晚上可能有時候 7點到 像昨天到9點多 都在跟德國的 那些國會議員 開了一個 類似同庭會 這樣子 也是想要學習 這方面的經驗 所以我想這個 雖然還能夠到 所謂全球標端的程度 但是全球都覺得說 你竟然可以說 不犧牲人權 不犧牲民主 又可以照顧到經濟 又可以照顧到防疫 那這件事情 確實是 大家願意 學習的一件事情 那在這裡面 當然就是我們 就是即時的 能夠去 變化出各種的部分 人類生 這個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想社會創新的 這部分 包括這邊講的 台積電等等 這些 朋友的基礎上 我們在 像合照地圖案件裡面 一百多個案件裡面 很多作者 也是在這些 大的公司工作 來用自己的 客裏時間 夜裏時間 去參加 這樣子的 創新 所以我覺得這是 蠻好的 我是不是應該要換成一個 優先麥克風嗎 所有認識的 無限網路工程師 有沒有 究竟 網路很可惜 OK 果然優先就有 好 好 那我們就開始 34個 朋友們繼續 有一位張祥 同時的問題 問說 我們都知道 不成為 所有的民視產 想要換十萬個樂趣 會出的 就是光臨入可 相應嗎 請問這十二歲就已經 穿原名而言 社會的一個狀態上 不可或缺的缺點 或缺的缺點 是什麼 以及 人能在社會上的生死 什麼辦法 其實應該具備什麼 不可或缺的缺點 應該是你的 豁然而言 沒有 那 我想 最重要就是 就是 不怕流氧 其實就算有錯是你 這個可以公開的貼出來 然後 因為缺口就是光臨入口 所以 如果你就是 偷一片文章 完全沒有錯字 你可以除了按讚 黃黃黃之外 就不知道怎麼跟你互動 但你如果故意留兩個錯字 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別人就會覺得說 你也有話題 可以找我 一下子就可以讓我開了 所以 面子問題 是最大的兩個問題 那 所謂面子問題的意思就是 所以說 每晚生都不到 其實很久就怕 你是不會跟別人分享的 那這樣子的話 所謂出了行為之後 如果有這樣子 文明主題的傾向的話 那其實就有可能 去任別人 有種共同創作的一種關係 所以 我覺得在消費上面生存 最重要的就是 公開的犯錯 然後 這個 別人提出一個錯誤的時候 你就說 那女性你來啊 然後一瞬間 就會變成好好的朋友 因為 我們在網路上面 有一個問題 然後希望大家 批評指教 你現在就可以找到很多 很棒的朋友 就知道 他們很厲害 所以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希望大家都能夠 就是那樣面子問題 對 有 但是 我們會說 對 跨境年的心路 歷程 其實這個 像現在很簡單 就是說 我是13、14歲 第一次青春期 那一次 就發現說 我們發育的那個 就是 方式 方式 每次都不太一樣 然後到20歲之後 就去 就是 做 抽絲的檢驗 然後醫生就告訴我 說 因為你天生的這個 保護膏的這個濃度 差不多就是70歲的 老爺爺的這個濃度 就是 鑑於年輕男性 和年輕女性之間 我覺得說 這個蠻有意思的 那所以 我到24歲的時候 我就 又去用 就是所謂的 那 又發育了一次 經過第二次青春期 那 所以當然這兩次 我是有點現場極致的 就是說 時間可能比 傳統的青春期 老大在短一點點 大概都是一面多而已 但是 至少就是 我覺得這給我一個 很好的一個狀態 就是說 我不會在腦裡面 覺得說 好像有一半的人 跟我們比較不一樣 我會覺得說 大家都幫我們不理 謝謝 謝謝 我覺得說 不會雙腦分成 就是說 我們這一群 去當台群長的一個狀況 大家都是 入席自尊 那所以 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覺得對於我在 所謂選美延展 背包的三次 這樣子 剛剛講的這種 跨不同的領域的 這樣子的 溝通工作 我都覺得是蠻有幫助的 大概是這樣子 那 因為有一個追問 我覺得很有意思 而且很切實 所以先 這個回答一下 就是說 我是2014年 當時是選擇 佔領了 那個 那個立法院 是318的時候 跑到立法院裡面 去幫助 回去做直播 那所以在那一年 年底的時候 其實就是 引擎專案 護衛的身份 那小細菇毛直播 院長的那一個 主要是參與政委 然後一起合作 那之後 那之後 當然成為這個院長 連軍院長 艾琴的院長 蘇德商院長 都有合作過 那這幾位 我合作過的院長 大概我看起來 都有什麼 就是好像只照顧一般的 這個問題 他們都是覺得說 就是 到他們那樣子的 一個工作裡面 他們是為全民來服務 所以 我是 不特別覺得說 好像是 從某一個黨派生 到另外一個黨派生 這也是因為 我們的政體比較不一樣 就是 跟那一個事的政體不同 或是 所謂的問題 就是大家直接學總統 總統認定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 再來認定我 所以我們在政務委員 就是自己 絕大會的政務委員 是沒有安排的 而且有管理的問題 好像說 作為有別人的政政方式委 其實也是張戈政府的提進部長 那所以 那現在他負責 就是對外的情報來看 那所以 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整個內閣裡面 沒有黨籍的首長 比任何一個黨籍的首長多 那當然到了 一方民主黨全不是這樣 一方民主黨 當然不能說是 不黨籍比較多 並不是這樣子 那所以 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我們在內閣裡面 主要就是 可以去想超過四年期的事情 我們可以比較容易的 去做十年以上的這些計劃 因為在這次 其實有肯定的問題 是有知情的 我覺得這是 這個政經蠻不錯的一件事情 有位憂心充創的教師 跟28位快樂的小伙伴想要問說 台灣對於台灣生肺界的教育環境 應該要怎麼樣改善 才能夠有效培育 智博的這種文足的人才 那我不是覺得大概有兩個 一個是說 越早介入社會 越早成員社會 我覺得是越好 那當然現在大家都了解到說 就是高校型的嘛 然後 南學社會責任嘛 USA等等 非常多的方式 來直接在 就是南學 甚至面積的時候 再介入社會 那不過 因為我們之前 實際上有過課當 課法會的委員 所以我會主張 更激激 我覺得高中 成員介入社會 然後就不離開年大學 不過我現在在大學 也很想幫助他 還會壞壞 對 我們也不要先說 我們當時確實這樣講 因為我們是把大學的選修 社會責任 甚至創新創業 全部都往高中端移動 那所以在口風端 大家是吃過幾個castle 所以已經對這個社會 有具體的貿易之後 其實我們剛才有想法 就是說 那你高中畢業 你就已經是成年了 你就可以自己去選擇 你參與社會的方法 那當你參與社會 可能兩年三年之後 你發現出來 你需要一些學術的養成 需要一些學術的社群 支持你 不管是新年要學管理學 或是新年要學護金貿易 等等 那這個時候 你在學校上面 就是帶著一個很明確的 婚姻意識來 那這樣子的話 就比較了解到說 這個為什麼人文素養 非常重要 這個教育環境的 你跟老師 就是比較peer to peer 就是同產 跟同產這樣子的關係 而事實上 絕大部分的思辨 相關的個性 也只有在這樣的時候 老師才真的有可以 就是跟其他其他的部分 是沒有辦法灌熟的 所以就是說 帶著問題意識來 這個學校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那所以當時是覺得說 那如果你在高中的時候 就已經有加加過一些社會的 相關活動的時候 其實不一定要把他上去 那這個剛好 也是三文總統體驗的證件 但是大家都知道那個 就是教育 什麼儲蓄賬助 這個什麼東西 這個什麼東西 的那個 稱職其實 達成語相當的不怎麼樣 那就是 蠻多人報名的 但是也非常多人取消 那後來我們就去問說 為什麼我們一高三 就是報名啊 或取消 那大部分人都說 那我一個家常反對這樣 那我們又去問說 那為什麼一個家常反對 那他們就說 沒有啊 家常就覺得說 我為什麼還想念大學喔 那我們再進一步追問 那為什麼我們不懂 你要念大學喔 然後就對你讀不悔喔 結果大家 沒有什麼理由 就是學到 對 那所以 這個我想是一個 比較關心地步的事情 不過我們在 就是現在的這個會期 我們也已經 就是在行政院會通過了 就是 全面成年 洽舊到什麼 這樣子的一組法案 所以 除了就是 投票之外 那所以 就是 英法人只要能夠通過 這些系列法案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power balance 被改變了 就是說 18歲的朋友 自己決定說 我要先 我要先出國 或者是要先到內 你政治等一個 那以前是 就是 媽媽沒有簽字的話 其實都是白講 但是現在就是 18歲的自己簽字 就可以了喔 那所以 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才回到學校的時候 才比較是 帶著 所謂 人才 而不是只是 就是workers 雖然就是 但是 我覺得 人一直覺得大學生 應該就是 把 就是工作的人 在工作的過程裡面 歸納出的一些資格經驗 透過 可能分享 或者是發表 等等的方式 把它提煉到一個 就是大家都可以有所 學習的創新者 因為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具體的建議 就是說 繼續做參與社會 然後 希望我們就是 更年輕的 這一輩 可以更早就參與社會 越早越好 好 有 三十六六可能想要問說 為什麼 掌握速度可以這麼快 以及怎麼樣整理自己的思緒 其實我是已經很放慢 那 我是在 就標點符號的時候 是有點故意 停頓久一點點 但是你可能感覺起來 我沒有在換氣 因為可能 所以你在我高點符號的時候 就是鬥號的時候 還在消耗我剛剛講的那句話 那所以就是主觀的時間 過得比較快 但事實上 在那個中間我才有換氣 所以其實 在鬥號跟鬥號之間 比較快 每一個鬥號 我都是有稍微停一下 然後去想說 接下來要怎麼講 那所以 怎麼整理自己的思緒 主要就是兩個方法 第一個是說 我被看到一個體驗的時候 我盡量不會 全上無端的覺得說 看應該要是什麼方式來解決 我有什麼解決的想法 我就先發散一下去 想說 這個我有 然後你有各種各種不同的角度 每一角度 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來探索這個體驗 所以 一開始是發散 發散之後 你慢慢就在熟練去想說 我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 來看這件事情 但是它有一個共同的價值吧 後面想說 像這個就是 如何整理自己的思緒 我剛剛就是 想了各種各樣的方法之後 後來就想說 不是啊 這個最後還是 比這個聽眾為主 所以說 我整理自己思緒的方法 是看各位的勉強的反應 如果我看到大家 就是我講到 每個思路的時候 比較多人在點頭 和不叫劇情會神的話 我就是在那個思路上面 繼續去 就是 擴展 但是如果我講的時候 我現在就是 好像已經開始在等下一題了 就是俄羅斯方法 等一下 俄羅斯方法怎麼還比較想 對 那時候 我會覺得說 那這個我就很快 帶過去 所以我覺得講話 還是以 就是有聽眾為主 那 我們俄羅斯方法 就好像 我同事在這個房間裡面 每一位朋友 同事講話 所以其實就是非常靠 非緣的訊息 那各位的非緣的訊息 大概就是決定說 往來的方向 收眼睛多快 收眼睛的方式 然後 有一個臨時動力 一句話說 我不會想看 我 他還是什麼東西 公開義的 小時候是雙語家庭 但是 我們那個點在 什麼都不是 因為最高級全面級 在學校 是不能講台語 跟我講台語的 所以我的詞彙量 就幾乎在六歲的時候 不過最近 我有看到 我跟公式台語 來訪問的話 會覺得說 我不是講太不錯的詞彙量 事實上都是有點作弊 就是說 我是 因為我們在PIDIS頻道 就是PIDIS 我剛剛是頻道有全程測試 如果看全程測試 會看到 我們是怎麼可以 公式台語來合作的 就是 我會先用 不管是英語 或者是用現在的表情 那你先講一遍 那講一遍之後 那個 就是有點可憐的 控制台語的記者 就要想盡辦法去想說 就是要怎麼翻證台語 然後 那就是他翻證台語 拍一翻證台語之後 我就一目五血蛇的 照著那一遍 所以 照著我只拿我英語 選擇的部分 所以看起來我會比較流暢 但實際上不是這樣 我到現在 都還是在慢慢來解 我的詞彙量 但是我是這樣願意透過 他們像說 本來就是路邊區 很多的農業嘛 那農業後來 就是有做到一個 真實的網上 叫做埃乃伊 這個應該已經都看過 所以我就不特別 深入結束內容 但是就算你已經知道 你的意思是什麼 那麼 可能也不知道 最近上線的一個 在用台語保健的 這個段落 那 什麼是埃乃伊 就是 你不知道怎麼講 你可以在這裡提音 提音之後 別人就幫你翻譯一次 怎麼講 那 那 他不能說 這樣是老人啊 或者是 哦 沒關係這樣子 他都 順便 順便可以 有所學習 有所學習 對 那 這個聲音就是可以 合成放出來 沒有 還錯 對 那 然後呢 像當時就是 我在路德之前 有跟 有參與他們的這個 Pokemon 這個 這個 對 就是 去幫你一個 不同的這個 嗯 我不用 過 像 白屁城 來 對 對 所以 目前大家覺得 最ok的應該也是那個 把人家放回去吧 對 那 但是我們當時想的 這個也是很 很好笑 對 然後 有各種的樣子 好 對 但最近呢 他們就 又加了這個 金融台語 因為是 在這邊嘛 而且一個問題是Fintech 對這邊是 有點感覺的 就是到底要怎麼講 這個數位支付 套牢 謠視區塊鏈 使用作體驗 天使投資人 虛擬事情 跨境電商 去當感化 延伸性質況下 哈哈哈 這個是非常有意思 混合事情 標準差 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們就 這個詞便 對 我們就了解到 金融台語 謝謝 金融台語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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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所以我希望你會台灣主任是美國人用 其實現在台灣主任都要這樣 但是你終於是會擔心 非常開放 所以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這件事情提高 科興多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其實會問出這個問題 我覺得就是比之前 就是上一坨炒這個的時候 要來的先進很多 所以大家發現說 其實我們的溯源 其實做的還OK 我們的登章 雖然非常花這個 在小學辦內午餐的這些 朋友們的時間 真的是非常累 但是這麼累了 這個時間下來好像也摸索出了一套做法 所以 就是對於素人管理 從本來 我還記得那個 十安五環飛行某克剛推出的時候 大家就是在民間一片覺得說 這個是 就是 要非常非常花大來的引起 那到現在大家就反應說 可以把系統適度整理 最後是可以省去一些引起 那這裡其實有一個 跟他推薦的叫做透明足跡 透明足跡 他們是一個民間單位 他們做的一個叫做掃的再買 那他們所做的事情 就是說他們在任何的超市 就算是買一塊餅乾 你就可以直接掃他的結帳 用的那個一尾條碼 那那個條碼是蠻不錯的 就是你掃了之後 當然在櫃檯會顯示出他多少錢 他的價格 但是呢 你如果是透過掃的再來 從透明足跡的APP掃的話 會掃到他的價值 意思就是他創造了多少 環境的效果 比我們很多都是負的 因為他們會去看那個農曆工廠的檢舉 會去看被犯暴數裁罰 會去最近這個他們才得的那個總統被黑客聳 就是每年五個冠軍獎的質疑 所以總統親自頒獎 就是獎的一趟去用這種公民監督的方法 去找出說 在農民上面曾經被判過法的這種經緯度 然後再對應到他的整個公民連 所以你在任何雜貨店 只要他上面那個結帳的條碼 你一掃呢 就是他本來造成那個環境的負面的影響 就無所頓情 你就可以在結帳前去做一個就是 Inform Concert 就是說你如果覺得說 這個吃這個造成這麼多環境的負擔店 怎麼會呢 也是你的選擇 至少你現在知道啊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 透過像這樣子的方式 只是一個簡單的結帳的條碼 我覺得這個就已經是可以換起 大家對這件事情的重視 那但是就是如果是傳統的貪販的話 那可能他們自己的無聊的系統 就是需要那些Computation的方式喔 那但是如果有一些 現在也有一些朋友呢 是在做整個就是 即使到他們貪販這個鏈上面 他也可以去應用QR 等等的一些方式 去確保說他們的一個階段 都還是有一些不可承認性 所以我是覺得到最後 如果大家都是說 哎唷我找到了我才賣 而且大家都願意參與實驗證 就反正說 在廖宇台這個面口罩的時候 如果大家手上都有 有不知道的地圖 然後繼續看到庫存 然後看到前面的人 刷了這包卡之後 那你們真的就少了9片 或是小孩 他少了10片 那你如果看到他刷了的時候 很多的酒片 當成就打一走二了 大家都就是 有這種參與實驗證的習慣 希望不需要大家 只要2%的人 這種參與實驗證的習慣喔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願意遵守 這樣子的標示的這個 成本其實就不算是 因為如果不遵守 然後又被發現的話 那就非常容易就會被提包 然後就會被抵制 在那裡去寫這一道喔 那所以這件事情 我是覺得 就是要靠 social section 然後跟我們剛剛講的 這些參與實驗證的方法 來一起做 那這一方面當然 有一方面 通過中央媒體科總 以及協調經濟部啊 包括我們是H1農會啊 等等相關的單位 來提供 最即時的資料 那二方面說 如果有更好的資料呈現方式的話 也非常願意增幅 變成就是 大家就是日常生活中 都可以直接使用這些信用 信用這個 叫做什麼 其實 這個其實我本來想想 社會信用 就是發現說 這個詞被 hijack 就是被廢 就是平安次元別用走了 我們這邊在講的說 在社會上面有信用的意思 就是剛剛字面上的意思 就是整個社會 來確保說這件事情 不可信的 不過他們在那邊已經變成 一個完全集權的一個狀況 所以相當的不行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在社會上面慢慢累積 這樣子的一種信用的機制 有三學朋友們問說 你要畢業了啊 還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啊 怎麼辦啊 那就不要啊 做什麼啊 就想說不要走 想說不要走 想說不要做這個 我就會蠻好的 就是 之前可能大家有問過說 有人問我 人生意義是什麼啊 但迷惘 不知道人生意義啊 那我們就說 因為人生意義就是跟迷惘相處 所以恭喜你 達到你原生意義 但是事實上真的是 就是 如果你沒有說 跟這種迷惘的感覺 相處一個人很長的時間的話 其實很多我們叫 original thinking 就是原創的思想 它是沒有辦法出現的 如果你急著跳到某個解決方案 跳到某一個所謂的標準答案的話 那基本上一定都是 別人幫你喜好 或者別人幫你 就是做出來的一個類似 好像泡泛的兩次的東西 所以其實就是 你能夠跟迷惘相處多久 能夠人受那種迷惘的感覺多久 就是你可以多跟人生的思考 就是接洽的機率就會越高 那所以我是蠻具體建議就是說 什麼都不要做啊 然後可能就是可以就是盡心冥想啊 或者就是散步啊 隨便就是做到盡可能不像是 在特別做什麼的那種事情啊 處在這種無畏的那種狀態裡面 那你知道那個人受傷的狀態 走到一個程度 那就是幾乎一定啊 就是為original thinking 就會開始有點創造 然後就會出現 有我們開始七位的觀眾想要問說 武軍的時代已經來了 請問認為台灣人的設施 是不是已經有夠很好的應應這項發展 他們在哪時候 能夠做得更好的應應這項發展 其實平常確定是不是應該更得重視 包含我使用的應應設施 能不能理改善 藏作原來度是與上下累積的這種 對等特略實在科技的使用上 我完全同意這項的想法 我們在武軍的故事就是有一個 口號叫做 越平常越先進 那這個口號 為什麼不會只是融為口號 就是因為我們在設計武軍的競標的時候 設計這個 這叫什麼 Auction Design 就是設計所有競標的方法 能夠就是逼著所有的電信都 就是多付很多錢 所以我們到最後就做了一筆 可以自由運用的標準去使用 那但是這個也是專門專用 就是特別讓在4G的時代 或者是在故王的時代 實際上就是因為可能在那邊做生意 比較難賺回去這些錢 所以這些就是電信上就不太願意去增進那邊設備 尤其是對設施的部分 就是下載可能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分別人的全網 至少要到10Mbps 所以現在各個電信 大概都能到12Mbps 沒有問題 但是上傳的話 常常有的時候 就在比較便宜的地方 就是只有可能1Mbps 那這個其實是很不利的 因為這樣子的話 就是變成好像是電視的網坡一樣 因為它不對稱 就是變成大部分人 就只能在那樣子的地方 只能收取資訊 那就比較難分享出資訊 所以當它開直播的時候 就被一直打開了 那這個時候 它就只是媒體的閱聽者 但是就不是媒體的產製者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子達到閱聽 當然就是需要說 在那邊工作的人 能夠第一時間 把它實際的狀況 換過來環境的狀況 還是像它如果是一大片農地的 它會不會一起弄坑等等 這些新的應用 能夠及時的精確的傳遞到 知識人們它想要協作的夥伴 所以上傳的影片 就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在 就是神山2.0裡面 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 去設計說 我們可以讓這些 各大電信 把剛剛才剛剛付的那個標籤 唯一找回來的方法 就是要在這些 特別偏向的地方 然後來實驗 特別是在 學習跟健康 這兩件事情上面 因為這兩個事情 恭喜你最高了 而且 它也比較確定 就是政府要做的 你知道在台灣 刷健保盤 就是社會主義 然後刷健保盤 刷健保盤 就是資本主義 要是那個 作為一變形的世界 所以特別是 在學習跟健康 這兩件事情上面 大家覺得說 是比較像 刷健保盤 或什麼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 所以說這部分 就是創生配置蠻好的 那只要你確定說 在平常的地方 大家的健康權 和學習的權利 有照顧到的話 那其實很多人 是願意在那邊生活的 因為他的長輩 跟他的小孩 都可以好好的 健康的 就是生活吧 那所以他在那邊 在地方創生 不管是說 是創造了一種 新的生機 就是在地的 新的生態圈 就是包含 產業的部分 以及生效的部分 那這個感覺上 就比較容易 所以這部分 我想是很確定 是往這個方向 如果我們實際在做的時候 有什麼可以 就是做得更好的 無分也歡迎 隨時跟我們說 有再是個朋友 我也說 相信政委中天不想 喊他的聲量 即將被蔡政府關閉 而如果是行程證的話 是不是會影響 他們的媒體 也替死權的發揮 那我應該要怎麼辦 確實就是 NCC 它是一個 獨立審查的委員會 所以我是行政委 我其實是 絕對不會對NCC 說什麼的 那但是 NCC的朋友們 對於中間其實也不是只有這一次 上一次 我還知道什麼 就有過一些討論 就是說到底他們 就是作為一個媒體工作者 有沒有去做好 就是一個媒體工作人員 該做的事情 主要就是說 像說 就是網路上面有什麼留言 然後直接變成新聞中間 它主張還有查證 跟查證的時間 做個實際 拿好表去算的話 可能只有4秒 都給我4秒 你要做起來 很會想知道 很會找別人 對 所以現在來講 這個時候 如果他能夠證明說 他已經 就是 不要說我給我請 因為他本來就說 主張他自己是媒體 如果他主張自己是媒體 那他就做好 這個媒體應該要做的 所有的這些基本的行為工作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當然 大概就不會 會在觀眾上面受到什麼困難 那如果他主張 就是他可以 就是繼續用 比較沒有 就是媒體的經營的 這種standard的這種方式 去經營下去的話 那NCT當然就是 外國園運 有沒有那麼自己的判斷 所以我自己當然是 不會去干預的 那如果問說 就是對於該怎麼換的話 我可以滿建議就是 最後就是做出採決 或是在採決前吧 因為前面已經有過 一個換校的討論 就具體的去看一下 那些討論的論點 然後去實際就是 就是對於你 就是你實際上在看新聞的 過程裡面 然後去想說 欸如果今天是 我實際上是這些新聞的話 我不會覺得說 這些對行為工作的要求 是一種不大的要求 不過分的要求 是不是還是應該要 至少做到這些 才應該實際上 做行為工作者 那如果就是 我想每個人都有一個 不同的就是 做要求嘛 那但是我想 整個社會對行為工作的要求 還是有一個方面嘛 所以經過這樣子的討論 來達到這個方面的維護 我覺得是一個 滿好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也有一個 不能忘記 那這個也是 所以 就是 我覺得是 其實真的蠻好的 大家都有 各自的想法 而且有 充分表達這些想法 的一些機會 那有四十六位 你們想要問說 社會做法 認為讀文科的人 可能找到工作 薪資比功課的人低 甚至受人比低 你認為 文科的人 如果在現在 是不是找到自己的價值 而且也無可取代性 當然薪資比功課的人低 這個是要不要看 那但是就是 像剛剛講的 價格跟價值其實 這兩件事情 如果沒有很明確的就是 我覺得做這件事情 有價值有公共利益的話 那這個公共利益本身 我們說它造成的 社會影響力 社會衝擊 社群領帶 等等 那這個本身就是 它的不可取代性 因為當初你的薪資 是好像說 每個月 25萬 是不是很流行 那這個意思也就是說 別人只要出 我跟說六、二、二、七萬 那你就可以為 別的目的兒工作 就不會為 現在的目的兒工作 它後面是有點隱含著 這個意思就是 人跟自己的工作的 內容有點異化 這種關係 那所以 我是覺得說 我不會特別覺得 要用什麼方式來標定 像最近那個 那陣路小編的那個梗 就是說 三萬就是用臉盆吸收 二十萬就是用堅針吸收 等到最後 就是 要防疫 就是要吸收 最後結果也是一樣的 所以重點是 在外面上 臉盆吸收 也實際上 有拿到 是讓二十年低的 這個防疫的目的 而不是說 這個去 特別比較 我勸要說 這個大陸商店 臉盆吸收 那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是文科的一種 詮釋性工作 這個小編 我覺得就是 在這個文化上面 發揮它的社會影響力 然後讓大家 不會再卸入 個人跟個人 心思的比較 情節裡面 而是說 創造出的 或是你的作品其實是什麼 來去建立人間之間的彼此認識 那這個就是 不可取代性 每個人自己想做什麼 屏幕做到什麼程度 在上面結商 有多少朋友 達成了什麼社會影響力 這個問題跟軌跡 都一定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越往這個方向走的話 你的不可取代性就越高 那你如果越往水 那我就是 每一份工作 跟上一份的心血 再高一點點的話 那其實可能就是 跟所有在類似的 自己距離 到最後變成 幾乎面目 是看起來是一樣的 這個程度 那這個當然也都是個人的選擇 並不是在做一個 加值的判斷 那有這三個朋友想問說 對於現在緊張的人安關係 這裡講的應該是 就是要來的下兩岸 應該不是 太平洋兩岸 平洋兩岸 對 向上千里面發生的 中共外交官 當然是這樣 有沒有什麼看法 或者能有一點科技 和平的 解決這種紛爭 意思是說 我美國都遠去辦會議 遠去辦會議 沒有桌子可以翻 這完全不錯 對 確實有點想說 從昨天在那個德國國會 就在中間也沒有接受到任何打擾 因為就是 連對人家民 到底要怎麼打擾 我也不知道 對 那所以 當然就是 我上次前就是我去 任內華聯合國 去 用一個 就是機器人走來走去 任內華聯合國 去進行分享 那飛翔的時候 當然也受到 就是當時外 就是 應該是 中共駐聯合國 那一個地方 聯合國做總部的 一個常任的 一個外交官 舉手抗議 那 他的抗議其實 後來主席是說 沒有道理 那後來他抗議後 也沒走 就繼續待在那個房間 那其實那一次是 在外交上面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圖 或是因為 按照 他們的 所謂的 一個中國 這樣子的一種想法 其實是 我們如果待在房間 沒有被趕走 他們就得走 因為 不然的話就是 同時有兩個中國的代表 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所以 我們這邊當然 都沒有這種問題 但是他們最後一個 就是主張說 那我透過時群 這樣子的分享 其實可能就是 大家在看電影 雖然就是電影 是一秒鐘前才錄的 然後 而且也有寫信會議紀錄裡面 但是他不認為說 這個是 這個台灣人 是represented 他不覺得 這是一個represent的 一個動作 這是一個re-present 的一個動作 但是只是 重新投入而已嘛 所以這個提前 沒有代表我 那所以 我是覺得蠻好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 從今年像 WHA 前幾天 其實在衛生部 也辦了一個 四個國家兩層集體的 衛生官員的這種 類似 會前會 就像一種大會 那同樣的也沒有 就是representation 問題 只有representation 就是大家 不斷的就是 在自己家裡 我們當時聽到 非常多衛生官員 家裡的 字畫 還有小孩 就是有種 合作無間 對 對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大家都覺得說 欸這個品 見面三分親還好 因為見面要帶風潮 其實只有兩分親 那視訊 因為這個品牌 OK嘛 所以就是 感謝他的這些三分親 那這樣的情況下 整個外交的 零件度提升之外 其實我們大家就會 focus那個 實質的東西上 而不是說 誰坐在主題台啊 誰坐在 這個會員席啊 誰坐在 NGO NPO席啊 誰坐在觀察員席啊 這種 就是 當然在實體之間很重要 但是在虛擬世界 就每個人都是一個 16-9 的小方形嘛 然後每個人自己要 就是 揮個國旗啊 揮個兩銀子 旁旁旁旁旁加上 國旗的Emoji 說真的沒有來管理喔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就比較沒有說 傳統上面那種 就是一種聯合的 這種 紛爭的一種問題 所以確實科技 其實可以 忘記這個問題 但我們現在也在 很多的國際上 可以運用這樣的方式 來處理喔 那有 有很多人們問說 我讓船部跟拜登嗎 或者誰會當選喔 他們當選對於 台灣的影響 可以分析我的看法喔 我看起來很像 美國公民嘛 我其實 並沒有特別 覺得說 就是 誰一定會當選喔 那 目前我看 就是一些民調相關的網站 好像就是說 差不多的一個六面山 就是 如果小到六的話 其中一個會當選 一到五的話 也會當選喔 而且大概是 剛好六分之六分之五的 這樣子一個狀況 可是 大家如果小國六面山 就知道說 不管是要哪一個的機率 都還不小 所以其實這是 很難講的一件事情啦 那但是 不管誰當選 我覺得我們這一次 尤其是 在英國地區 在國際上 講到這個空間 其實當然也感染 美國就是 持續 就是幫助台灣 去 開脫這些空間 但是 我們看到 大部分政府的分析 都是說 不管是台灣銀行 也好 澳洲也好 等等 在印太的 不管是能監督 或者是他尊敬的程度 其實絕大部分 還是來自於 我們抗議 而沒有犧牲 經濟和民主的 這個事實上面 所以 不管是 中國或者是拜登 對於這個事實 都是認可 而且也是 相當做得近的 所以我也 不管是兩黨的支付 都沒有接受到 一個訊號的時候 我想說 這兩個候選人 在這件事情上面 有什麼非常大的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 倒是 還仍然 安慰了 就是說 我們這一次 這個Middle Power 在會生命的監督 並不特別是 因為特定的黨派 或特定的總統的 候選人的關係 所以是蠻好的 有三十位朋友問說 請問我為什麼會選擇 或者大家 來東海演講呢 當然是因為 學生會邀請 因為我是 有回答這位 這個公益的 那種 有人問我是 中華民國的政務委員 還是台灣的政務委員 還是 跟他報告我是 行政務委員的政務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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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在國選上面都是這個 就是 Executive委員 Anyway 總之就是 總之 我在安慰政務委員 的 三個工作內容 就是 開放社會社會創新 跟青年參議 那青年參議的部分 包括像青年署 等等 其實就是在國畢 部分年齡大小 比如你是 見習青年 就是還不到18歲 或者資深青年 就是超過35歲 就是 別人用一種比較 就是 創新的這種態度 來採用事務的話 那就是我的業務範圍 所以像 實際有請諮詢委員 對兩個地方成果的親自會 或者是對大學的學生會 等等 只要是青年署相關的業務 那也是我的業務 所以 只要是學生會 邀請的師傑老師 絕對會拒絕 那只是 什麼時候來的問題而已 怎麼樣 這細節來的 不好意思 是的 但是也是一樣 就是組織嘛,只要是學生組織,然後是來接頭的,這位朋友看起來比較像是學生,比較像是校長之類的 那下次我就比較沒答應,並不是我起學校長的所有,很多個校長接觸的機會 所以如果是系學會,或者是其他的來接頭的感覺上讓我一次接觸到比較多的學生的一種場合 那對我來講,這就是各位納稅,或者沒有納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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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納稅要我做的事情 那因為我們在舉行這個現實上,其實有一個概念,就是我們青年來決定方向,決定商量 那我們老一輩的,因為我們已經超過35歲,可以說老一輩的,老一輩的來提供量 那所以大部分的這種非常創新的點子,都是來自於不會特別覺得說事情應該要怎樣做的朋友 那所以即時的不管各位對於實施的一些反應啊,或者是說像18歲不明權啊 或者是甚至像每位16歲的這個朋友提案說要記用一次性的這個塑膠吸管啊 或者是說到底人權益公投啊,然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題目 大概都是很多年輕的朋友已經提出相當好的論述 那我們就是進能把所有論述變成在行政體系裡面都聽了農北語言 然後讓這些年輕的朋友來知道這個方向 像最近當就是有的那個國慶遊行嘛,已經是第二年了,就是讓技職相關的這個選手 也能夠像就是運動的選手一樣,能夠就是正在黃色上面接受大家放途等等 但當然不是只是接受大家放途,而是這些技職的選手 接下來又會每合到,好比像說,在高雄階段那些正在試著實作 我們要怎樣把校園跟旁邊的社群造的結合在旗台造的朋友 我們要知道這些國手們可以變成這些甚至國中生或者國中生的一種榜樣 好像是說你選擇技術高中,並不是因為你沒有辦法上普通高中 所以才去技術高中,而是去技術高中 你可以更快的對這個社群或是對你關心的這些朋友 有所貢獻的方法,就可以有這些技術國手來就是跟大家互相接觸 那像這樣子的想法就是黃偉強嘛,他提出這個的時候 好像就是應該不到30生,但是這樣子就說服了 剛才我們王東部長,然後過來跟他去俄羅斯 然後就看到我們的國手去年的就是職業第三名 那然後回來,然後換回想在那個群眾目次開發的影片 就在我們的行政院,因為我們的國防 國防之後大家所有人都深受感動 那所以後來覺得他的整個倡議,整個訴求就這樣順利的達成了 然後現在,竟然還當選是他結束經驗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就是只要有蠻好的一個倡議 不管你本來是不是所有的行政諮詢委員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就是回應的過程裡面 我都覺得說,你這個真的沒有想過耶 那你心裡來吧 那好,那我們就可以直接把這個行政想法 變成我們的公共春色一部分 所以大家就是歡迎你隨時提議問題 就算拉票不是真的成功,但是我每個都會看過啊 那如果真的覺得確實可行的話 那你也有留下你的聯絡方式了嗎 或者是至少這個就是有留下 好啦,這個你本來想說 有像足以辨識你的名字 或想選我拜託啊 或者是沒有辦法辨識是誰 或者如果這時候 我就會想要把你的足以變成一個公正色的部分 有四十個朋友們想要問這個選我拜託的這個問題 他說,如果我想要後悔 那常委員想要鼓勵啊 現在他學生除了課業之外 先去做什麼事情啊 我覺得如果你不想要後悔的話 那你就什麼都不要做啊 你就不會做讓你後悔的事情啊 對,就是像剛剛講的 建立的放空的一個狀態 然後就是每天就說 誰能打坐冥想 打坐二三三五,深深地 之後還什麼都不要做 這樣是保證你覺得不會後悔 那你會做任何事情 所以我也不知道你要怎麼後悔啊 那但是就是如果你做了任何事情的話 大概都一定會做讓你自己後悔的事情 就是啊,當時怎麼沒有想到 像呢,我在剛剛提到頭照室那一次啊 雖然就是國外都把這個幫助是台灣之光什麼的 但是,只要聽起來跟我訪問的時候 我都一定會講一個很後悔的一個故事 但是,大部分記者都沒有辦法寫出來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講一次吧 就是說,我們在當時 2月6號剛推出這個系統的時候 當時就發現出了很多鑰匙 那其實並不是傳一次健保卡給你分口長 但是,你拿了一堆健保卡 然後提發一堆號碼牌 然後發了號碼牌之後 他就告訴這些拿健保卡的朋友說 那你等晚上7點再回來拿你的口罩 我中間慢慢幫你握卡喔 那不管還是處理什麼理由啦 想要幫大家省時間 純粹不相信我們寫的那個讀法 城市可以保證換 還是什麼變得一樣 總之就是有很多鑰匙 沒有這樣的方法 那看起來像這樣的方法 那當然我們的整個口罩地圖 都完全不夠公平 看起來它是完全是存量是滿的 但是那只是因為它沒有開始過卡而已 那它就會在中午的時候 慢慢存量下降 但事實上 從那個時候開始 可能早上10點開始 它已經完全沒有口罩了 然後就會很多人覺得說 欸,這個地圖上裡面所有 為什麼鑰匙說沒有 我們不會是大家要去翻鑰匙啊 所以在當天的下午的時候 就已經有很多鑰匙在門口 用陡大的字體喔 還是標改題喔 那個列印出來 所以說這個不要搶現在的方法 那 對 帶著朋友標改題 因為是英文詞 要標改題 因為真的是 就是挺滿臭的 但是 總之就是 創業事件的影響 對 所以我當時就有感覺 就是說 好,其實很後悔 實在 就是不應該就是 一下子就覺得說 大家都聽到 找我們的方式 來設置這樣的事情 但是當然 因為我們其實要 跟鑰匙合規 合規啊 跟個別的鑰匙啊 甚至像江明聰寫的 那個 各三角形的那個地圖 有很多鑰匙合規 像是也沒有方式 都沒有很多比例指教 所以我們當時就 完全採取了一種 就是說 如果系統跟鑰匙的事物有不同 那一定是我們的錯 一定不是鑰匙的錯 得這種態度 然後就答應說 每個禮拜四分版 每個禮拜四去改的版本 所以在接下來 每個禮拜四 馬行徒加上後 大家可以說 來就是拍口罩的時間 跟來臨口罩的時間 可以不一樣的 這個備注的欄位 還有營業時間的欄位 然後再 稍後又特別 再加上一個 他按一個鍵之後 就是從地圖消失 有這種後排功能等等 所以到最後就是 不想要使用 我們不會消耗彼此的攻擊力 而是慢慢的 增加彼此的攻擊力 恰好就是 我們中間做了很多 讓我們後悔的決策 但是我們沒有念字問題 我們很公開的後悔 只是說 這個我們告訴我們 真的很抱歉 造成大家的問題 那但是 我們下到禮拜四 就會把它調整好 那也不一定一次調整到 等級版 可能還有一些缺口 或那就是光有入口 所以大家可以各種建議 在接下來下禮拜四 再下禮拜四 那我們經過了 大概三、四個禮拜 調整的時候 就到這個問題去解決了 那但是我們如果當時 什麼都不做的話 當然也不太透過 但是 也就沒有這個 跟鑰匙一起 共同創造這個機會了 所以 我是蠻鼓勵大家 就稍後什麼就去做了 那但是 或者是後悔手標 一個人後悔 可以是非常公開的後悔 但公開後悔 他就會發現到 第一個你是一個情勢的人 然後第二個 就是說 而且你是一個有能力的人 因為公開後悔之後 你就說 那接下來我採取了什麼樣子的 新的做法 所以這樣的問題 就不會再發生 因為公開這樣子做 大家就會越來越遲到說 也真的是值得跟你合作 有三十幾位朋友問說 有三十幾位朋友問說 我都是吃半熟蛋 還是全熟蛋 我們以前大概吃的主要都是半熟蛋 應該是用全熟蛋 是比較多 因為最近工作到皮膚板 然後常常都是用Uber Eats 那這也都是我特別喜歡 用Uber Eats 雖然它現在已經落地了 是一家大名字 但是就是因為我本來很吃舍物 不從倒掉沒有辦法 那所以就是比我近的 然後又晚上半夜還開的 而且我也還可以吃的東西 那就是不一樣 所以我最近已經應該 連續三個禮拜都吃不一樣了 就是在晚餐部分 對 那所以他們應該是溫泉蛋 溫泉蛋應該是半熟蛋 所以目前至少下三個禮拜 大概是吃半熟蛋 那你上次都沒有結業 OK 有三次問說 我們主要公開的希望 目標能夠成為一所AI大學 那這請問說 如果把AI的領域放進大學 教育遊戲的我校 能夠更好 是一個更容易的東西嗎 那我們現在想到的AI 可能跟各位在各種學的AI不一樣 就是我的 對AI的聽音叫做 assisted intelligence 就是輔助式的智慧 然後輔助式的智慧 那AI如果用assisted的角度來看的話 就一下子就變得很容易了解它的 兩個都來想做通常的事情 現在又有導演 就是任何輔助的科技 不管是幫助盲人 或者是幫助就是紅綠與色盲 或者是幫助聽障的朋友 助聽器等等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讓他的dictity 就是讓他的人性尊嚴能夠充分的發揮 絕對不會所有輔助科技 選並奪之光 然後去幫他做不利於他的決定 或者是把他認字賣給活動上 等等的這些事情 和那個製成的這些事情 所以這種事情 當然就是我們 就是看AI發展的時候 會覺得說 AI就是一種精緒而已 但是如果你用assisted的角度去看的話 那你就會知道說 value line 其實才是最重要的 在設計你的AI系統的時候 你是可以去 empowering 的使用者 或者你是可以 control over 你的使用者 那只有empowering 使用者 我覺得才是真的assisted AI 另外一個就是 那這個字非常難翻譯 我現在都有翻譯 交代 就是能夠給得出交代 能夠給得出一個完整的交代 不管是對開發者的社群對內的交代 那或者是說對於使用者的外整社群 也有交代 對於他的社會影響 或者像不會造成像剛才講的 不利的社會環境的這些層面 都要給得出交代 對內對外都要交代 就是雙面交代 所以能夠給得出雙面交代的 這樣子的一種技術 那我們才能夠去相信 他真的在接受我們的時間的同時 沒有就是把我們的社會 引到一個就是所謂 bit-lock regeneration 就是破壞式的創新 就是逼著我們社會去施行 尤其是不太適合我們社會的 這樣的一個方向 那為什麼我們能夠 有這樣子的就是 cumberless 一種信心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社會部門 就是各位 就是沒有特別覺得好像 AI一定要幫忙用來 來集權到政府上 或者集權到大公司上的 任何人的 泛成社會部門 那任何社會部門 那任何社會部門 只要自己看到 現在AI繼續來的時候 你可以fork 就是去分析它去 去摩擁它去混搭它 來符合自己的需求 而不是就是好像是 它的開發者的需求 就是開發者跟使用者的權利 如果越對等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就是更有能力的這種AI 所以回到這一點 那就是 不管是在 效果部的實際的行政 的事務上面 或者是說 在大家學習的過程裡面 只要覺得說 你有一些輸入很簡單 輸出很簡單 過程裡面在做的任何 不管行政員 或者學生都覺得自己 有點像工具人 的這樣的情況 那這些就可以透過 職務流程 在設計的方式去試著 自動化 自動化的過程裡面 就是要確保守備 它是Vero Aligned and Accountable 所以是大家覺得說 這個部署你看到嗎 不太對吧 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方法去讓 大家都可以去檢視 這件事情 而不是只有 就是它的開發的這一個 團隊 好像跟飛翔一樣 不解釋這件事情 所以大概只要 就是保持這樣子的傳統 那就算是在校園裝 和面積什麼的 這種傳統 就會吵起來的題目 我覺得只要這個 它是開放原法 開放硬體 任何人都可以來檢視 任何人都可以來提出修改 這裏修改 能不能進入做 三半期也是做 一種民主的方式 主定是 新學會 等等的方式來進行討論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 就比較沒有問題 那如果是 少數以來的人就可以決定 之後能解釋 人的權益的話 那這個問題就比較大 大概是這樣子的方式會大 那有三三位朋友們 想要問說 這本三位問題 在政府裡面工作 會遇到過新的思想 跟舊的思想 會有衝突 例如像說 某些人想要新的方式做事 但是老人家不願意 那其實我接觸 那我的 大家老人家都非常願意 用新的方式做事 但是就是所謂的 sampling bias 就是說 因為我在行政院裡面 是一個協調的一個角色 那只有大家 願意看你們造句 就是 work out 就是願意 工作的過程 能跟大家分享 才會來找我 所以這個是不分年紀 只要來找我 就是表示他不怕 整個社會知道 他現在工作的這個過程 那所以 當然都是可以 願意創新的 願意實行的方法的 那如果不願意的話 也不會來找我 所以我到今天可能都還不認識 就是這些朋友 不管他的年紀如何 所以 事實上就是我們 就是最近 這個辦公室成員 有自己做一個 簡報 就是去 我們的辦公室 PDS 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裡面的每一個人的 各種各樣不同的背景 就要加以這個 就是 闡事一番 因為我們的HR 就是我們 當有這樣的辦公室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出 這個人拿來自的地方 背景 或者訓練 是不是跟所有其他成員 都不一樣 如果跟其他成員一樣 同樣有一個部位 同時來兩個人 那他們就可以猜拳 或者是怎麼樣 就是只能來一個 因為我們需要最大化 就是一個多位人情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就不會有說 因為你年紀 或因為習慣 或是不願意去採取新的方法 因為有人強迫你採取新的方法 而是你到這個地方 就會看到說 針對同一個題目 諮詢貢獻是怎麼看 行為工作是怎麼看 我們審議的部位 從設計師速度式 外交部財政部 中間那個跳過 趁機工作者 通常會 保護部警衛 教育部 文化部 以及國發會 等等各種不同的角度 是怎麼樣去看這件事情 那所以 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看來就會自然 我們這個voluntary association 自願性就是自願的互相結合在一起 去用自己覺得 誒那出爲黃 我看到你這個新的做法不錯 因為自己 它是osmosis 就是滲透式的 學習過來 但是不會使善命令給誰 那只要沒有使善命令給誰的問題 那自然也沒有抗拒的問題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公開的一個頻道 大家用各種新的方式做事 如果是好的做法 那你就慢慢帶來自己的部位去使用 如果不是好的做法 那你可以告訴你的部位說 這些事情 這樣子的做法好像不適用在 這樣子的個案裡面 所以就是 歡迎大家今天也 就是參考我們製造 看能造句 命令給來的這種文化 所以今天就先回答這邊 謝謝大家